有一個很重要的關鍵 就是會讓大家拋開回憶 往往歌絕對會讓你帶來回憶 對 我覺得這是一個很棒的記憶體 就是通常聽到一個歌 聽到一個旋律進來你的腦袋裡面 你就會想到哇 那個時候的氣味 那時候的天氣 那時候遇到的人 那時候買過的東西 甚至於那時候幹過的糗事 音樂一進來就會這樣 那尤其是很多情人都會有一些定情歌 定情之歌 或是說我們兩個人都喜歡這首歌 我們兩個人在一起的狀況 就是在這首歌的情況之下而喜歡的 喜歡對方的 所以像這樣子的歌就是黑心情歌 就是通常你聽了以後就會回憶到那個時候 或是聽到那首歌就會想到這些回憶的這種歌 叫黑心情歌 那所謂黑心情歌就是讓你心都黑了 讓你原本彩色的世界都變黑色的 對 所以呢 你問的問題非常的好 就是要以毒攻毒 別忘了一件事情 有一個就是 你如果要這樣講是對的 你看喔 在場的尤其是各位美女們 帥哥們 就是你們在失戀的時候 通常會有很多事情是避開不談的 對 通常都大家都是這樣子療傷的方法 有一個抽屜啊 那個抽屜是你專門放你的以前男朋友的抽屜 很多信件也好啊 照片啊 一些奇奇怪怪的玩具啊 或是什麼娃娃 你全部把它放在那個抽屜裡 把它關起來 就關著 你也捨不得丟 可是你也不敢開 開了就痛苦 就很難過 對 那相對的一樣 這首歌你也不敢聽 那一首黑心情歌你就是不敢聽 但是我覺得就是應該把它聽熟 甚至於聽到讓你自己覺得膩 然後沒感覺 然後你才會對這一段 過去的戀情 說再見 對 應該是這樣 所以它叫黑心情歌 它有兩種層次的意義 我不是掰的 是真的 什麼正常心笑話 我不是掰的 這個邏輯就是 就是你說的 把傷口撥開 它才會容易癒合 對 才會有雪小板跑出來 然後那個 才會有紅雪球 你知道 雪小板才會出來 把它癒合起來 性靈治療師不敢當 但是 但是 大家一定有自己的一些經驗 經驗談 對 尤其是 不管再厲害的強人 只要遇到談戀愛 遇到愛情 絕對有脆弱的那一面 就 就算是超人 它也會失戀 然後 就算它力量再大 它也 沒有力氣打開那個回憶的抽屜 對 所以說 就是 真正能夠拯救世界的是音樂 對 所以說 是療傷也好 是療傷也好 抒發 管道 出口 也是 跟大家的交流 然後 甚至於讓大家更了解我 然後 搞笑的那一面之外 其實也是可以很認真的 然後 可能大家會比較喜歡我 我笑起來的樣子 或是 搞笑的那個 黃洪生 可是其實 今年也快要滿30歲了 所以說 就是其實有很多的人生的想法 跟很多 在演藝圈的一些 得到的一些寶貴的經驗 也會想要更深層的去讓大家認識我 對 所以說我覺得 最好的方式就是 用 用歌詞 用唱的 用創作 讓大家更了解 這樣子